我是小婷 这是我的老板梅哥 梅哥很喜欢引用明日明年 陆迅先生说 我家门前有两棵树 一棵是枣树 另一棵还是树 这说明什么 陆迅先生都抽出时间来打理一些植物 爱护花花草草 我们更要在办公室里养一些花花草草 对 没错 陆迅先生还说 不要和公司谈工资 要和公司聊贡献 是不是 虽然我读书少 老板你也不能这么胡说 梅哥很喜欢看书 做公司 最重要的是要读数据 为了读数据 你们知道看了多少诺贝尔数学奖得逗的书 诺贝尔奖就没有数学奖好吧 哇 梅哥你好棒啊 梅哥很喜欢自己写东西 发朋友圈 人生旅途中 大家都在忙着认识各种人 以为这是在丰富生命 可是最有价值的遇见 是在某一瞬间 重遇了自己 那一刻你才会懂 走遍世界 也不过是为了找到一条 走回内心的路 还不是知乎上粘贴复制过来的 一群马屁劲 梅哥很喜欢给人指点迷津 隔壁女孩刚给我塞了个纸条 你帮我看看这是什么意思 山有木稀木有枝 山上有根木棍 没有枝丫 这就是个光棍 她在嘲笑你是个光棍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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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们都不知道上网搜一下下半句的吗 啊 啊 梅哥好厉害呀 古诗词都会解析啊 虽然偶尔会穿帮 梅哥 你那么有文化 能不能给我推荐几本书看看 啊可以 这个 要说具体的这个 梅哥你好好有学识啊 我要多向你学习 不错不错有上约记 好玩干 空门经历位置看好你 谢谢梅哥 我一个好努力的你个 但是 鲁兴先生说过 装有文化 总比装没文化强 没着讽 一个总想告诉你点什么的视频 山有木稀木有枝的下半句 你知道是什么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跟我们互动哦